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机在当时来说是属于比较新潮的东西 巧英买了一台电视机说明她是一个愿意尝试接受新事物的女性 然而当她把电视机带回老景村时 却没有信号不能播放 巧英和旺泉她俩读书时就走得很近 这次重逢更是心中欢喜 大多数村民就凭一双脚去基石里外的地方挑水 如果一直打不出好景 村里人就没有好的出路 所以老景村的祖祖辈辈还是在坚持打紧 旺泉和巧英的恋情本不应得到干涉 万水爷爷说巧英心高 老景村装不下她 这都是为了安抚旺泉而说的话 说白了就是一个娶一个娶 总比哥俩都打光棍好 这是她老人家的原话 旺泉不同意 就与青梅猪马的巧英私奔 可是被万水爷爷追了回来 也许在旺泉的心里 死的人都已经付出了那么多 生的人就再也不好去奢求什么了 那不仅是自私的表现 为整个的社会规范所不容 最后旺泉也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才下定决心 彻底放弃巧英 做了刀刹门的女婿 孙旺泉背着一块巨大的石板在山间行走 在山间遇到了巧英 石板巨大 沉重的石斗是孙旺泉身上背负的打紧使命 和孝道限制的双重压力 她朝巧英要了一碗水 正在她要喝的时候 巧英故意把几粒稻草抖进了水里 望泉看了一眼 然后吹着气 把这边继续喝 巧英此举以将她的爱慕之心 展露出来 虽然两人不发抑郁 可这一细腻的动作却颇为温柔 望泉颇以传统孝道压力 无奈入赘到喜丰家后 对她采取冷漏的态度 每天喜丰都是一脸洗面 而在喜丰伤心哭泣时 初一不忍还是和她同房了 冬天来了 老景村难得下了一场大雪 村民们可以化学水自用 就在乡亲们抱怨靠天吃饭的时候 有人给村之书说了个消息 原来隔壁石门村独占的水井 早在清朝道光年间 是两个村的村民急自修的 有卑微为证 于是 老景村疯疯活活的聚集了一帮壮丁 要去和对方理论 一场泄斗在所难免 村之书上前说明原委 但是对方带头的人根本不承认 石碑上的字已经被石门村提前挂花了 两村上演了一场争水井的场面 旺权为了保护东泉井不被厌埋 不慎跌入井底受伤 石门村的人因挑起泄斗被拘留了 村干部也被开除党籍了 这件事惊动了县政府 政府派来专家考察当地地形 并给老景村提供了一个到县城学习地质的名额 得知旺权被选上学习后 旺权的爷爷十分激动 并且鼓励旺权一定要给村里打一口井 学成归来后 旺权目睹了村里因为缺水遭受的苦难 村之书找到旺权 表明了一定要打出一口井的决心 并告诉旺权 自己以孤抛遗住 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旺权的身上 打井勘探 是个又苦又累的活 村之书给旺权配了两个帮手 一个是之书的儿子旺权 一个就是巧莹 而当孙旺权入坠后 旺权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他很喜欢巧莹 之前他还偷偷去院里 偷姑娘的内衣穿在自己怀里 这可是保守的八十年代 还是乡下 面对着复杂的地形和种种困难 旺权完成了勘探 并开始了打井的工作 旺权虽然常常被伙伴们奚落 但是老已结合的人是他 带来城里新鲜玩意的也是他 他爱的人为旺权下井 而他追随着爱人的脚步也来到井下 他还因为偷谢意的事被宋旺权打了 他为气的哭 凭什么你屋里一个 屋外还有一个 原来这个交错者盲歌者 唱婚曲的大侠货字 还从没有过女人 可是在有条不紧的工作中 井壁突然坍塌 旺权和乔莹也被溃在井下 井塌了之后 三个人同时被困 旺材死了 乔莹哭着表白 我是为你采来的 如果死在你的怀里 这辈子也值了 事故发生后 政府资助了老井村打井设备和2万块钱 在完成工程 仍需2万块钱的情况下 孙真叔站出来了 带头捐了100 但是主妇要写在自己死去的儿子孙旺材名下 曾经威风凛凛吊打过龙王爷的老人站出来了 土埋倒脖子 安田算日子的人 还需要有井吗 算一算 他一家人为了打井 已经死了几口子了 井打不动了 钱没有 老人捐出了自己失落贵宝的棺材 乡亲们有触动 但是还是没人愿意出钱 这时候 孙旺权的老婆喜凤站出来了 他的肚子已经显了怀 他情真一切的一番诉说 赢得了全村人热烈的掌声 掌声经久不息 这时候 人群鼓着掌 突然让出一条路来 是赵巧英的嫁妆 这个姑娘委托姐妹捐出了自己所有的嫁妆 却永不回头的离开了老井村 是因为看到望泉媳妇的肚子吗 是因为看到孕妇发言时望泉那嘴角的一抹笑吗 是因为再也不会看到 年代他深浅深厚的旺财了吗 我们不知道 最后是一段长长的悲闻 几百年 几十条命 几代人 一口井 最后这口井终于出水了 《老井》是导演吴天明于1986年直到上映的作品 张艺谋品借此片摘得1987年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归冠 张艺谋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国际A里电影节影帝奖项的男演员 孙望泉最后依靠自己学到的水利知识 为老井村打出了井 这种科学技术 算是一种外来的先进文化 这种文化与传统方法碰撞融合 新的文化为老井村带来了机遇和改变 孙志书恳求望泉 利用他学到的知识打井 也是传统力量对现代文化的认同与接受 有一种与时居进的异味 孙望泉和巧英青梅竹马 为了给弟弟去媳妇 万水爷硬要他做年轻寡妇洗风倒叉门女婿 迫于家庭压力 望泉只好答应去做倒叉门女婿 为了让家乡人喝上水 望泉把全部精力都投在打井上 在省水律局总工程师的推荐下 望泉参加了现办水文低质学习班 赵巧英 容貌俊秀的农村姑娘 热恋孙望泉 在望泉迫于家庭压力 答应去做倒叉门女婿后 仍积极支持望泉 修景塌方后 巧英和望泉被土石封在家庭 在生命可能随时被夺走的情况下 他们终于做了一次夫妻 巧英托人将自己准备的嫁妆全物捐出来 独自走出这万宠大山 去寻找新的生活 望泉爷 望泉爷爷 为了给望泉的弟弟换取亲的钱 要望泉做年轻寡妇洗风倒叉门女婿 望泉出院后 又继续带领大家打井 资金没有了 望泉爷带头捐出自己的棺木 喜凤 年轻寡妇 在望泉爷的撮合下 成了望泉倒叉门媳妇 在村里修景资金短缺时 将自家的缝纫机捐出来 如果说巧英给望泉的爱是一团火 鲜火吃热 那么喜凤就是涓涓细流 不觉如履 他和望泉的婚姻 绝不仅仅是像他妈说的那样 找个撞牢里那么简单 从他在影片开头 对于望泉的凝视就可以看出 他嫁给她 是因为爱她 正是因为爱她 所以在明明应该强势的婚姻里 显得那么卑微 当妈妈和丈夫因为到尿盆而争吵的时候 她哄着她说 以后我倒还不行吗 看西的时候 坠到她的眼神停留在巧英身上 她从不过问一句 她只是尽着自己做妻子的责任 热烫热饭的端上来 污染着她那颗不甘不愿的心 当她的打紧事业 受到大家的质疑 她第一个把东西捐出来 从来未曾在人前讲话的她 却站在人前 让别人支持自己的丈夫 她的字字句句都打在了望泉的心里 再来说说望泉 望泉是活在夹缝中的人 她活在生存和死亡的夹缝中 她活在爱情与婚姻的夹缝中 她活在文明与愚昧的夹缝中 她受过很高的教育 却无理主宰自己的幸福 可见中国农村的传统伦理道德 在她身上打下了多么深的烙印 张艺谋这个角色选她真是太对了 她的表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沧桑 与这个角色非常的适合 而且她因为演技的声色所产生的那种木纳感 正是这个角色所需要的 她们贫穷 却远比我们富有 她们落后 却远比我们富贵 这世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便也成了路 几百年没有水的井 也终于打出了水 我一直相信承诺是有力量的 承诺的力量连死亡也无法阻挡 老景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在看八十年代的片子 真是有种奇异的触动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